以前厨房对我来说像是擦水间 没想到现在厨房变成我的工作室 也是我生活的重心 当我的孩子回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到厨房里看看今天煮了什么 也喜欢跟着我一起动手做料理 我喜欢分享厨房里的喜悦 也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让我想要挑战把复杂的食谱 用简单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加上现在的锄电有定时订温的功能 让大家都能够轻易的上手 开放式的厨房空间很宽敞又明亮 不过料理时的油烟也很容易乱串 像我拍片的时候会收音 注意在拍摄的空档 我会立即开启Turbo模式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快速的把油烟吸干净 之后我会再开启精英橱柜的功能 它可以很安静的帮我除去食物产料的异味 我喜欢樱花整体厨房 厨店跟厨具是一起规划的 能够减少空间上的浪费 让我的东西更好收纳 也让我在料理上更加的顺手 我觉得厨房是一个家的重心 能够联系家人的情感 增加互动的地方 一个规划好的厨房 即便是待上一整天 都让人觉得很开心